是 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 昨天卖压最终的全职股 今天也都止跌回稳了 那么在大型股的撑盘之下 哪些族群呢 短期之内有机会表态 好的 我想今天呢 这个电子里面 以这个太阳能跟LED的表现 是比较明显一点 而且走势也比较整齐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整个LED的部分 包括像这个龙头股2448的金电 其实今天盘中的一度来到70.3元 其实这个也是平了 过年前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另外包括像这一个2340的这个光磊 还有包括像6164的这个华星等等 其实这个中小型的个股 走势呢 更为的一个强劲 今天呢 收盘的时候 都攻上了一个涨停板 所以目前整个节能 环保的一个趋势之下 我是认为呢 在这个包括像太阳能 或者说包括像这个LED呢 相关的一个个股来讲的话 我想从这个近期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公布 包括像这个新日光 夏伟刚公布的今天这个1月份的营收 其实也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族群里面呢 其实相关的一个个股 我想从电子业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都有从去年一个谷底翻身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这其中一些中小型的个股 我想刚提到了一些所谓的这个主力啦 或者说业内已经开始回到这个台股的一个市场上 所以我觉得这两大族群里面 一些属于这个股本 中小型的一个规模的一个个股呢 可能会是后市里面呢 值得我们特别留意跟关注的一个对象 减能减态的趋势 可以带动中小型的太阳能和LED个股向上来攻坚 我们可以多多来观察 谢谢分析师帮我们做的分析